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安装塑料窗施工程序的重点 必须集齐有关批准的施工图纸及样板,呈交给工程师审批 每扇组装完成的塑料窗需要做全面的质检,以确保尺寸质量符合图纸的要求 所有塑料窗必须要用合适的胶纸做足保护 塑料窗的中横及底横梁槽必须要放上木条来加强保护 树框的宽度超过一米,就要在其中间位置上装上离时支撑架,以防运送期间变形 安装前,承建商必须提供足够及准确的水平墨线 混凝土流孔位必须要无蜂窝,杀眼,混凝土过高或过低,残缺角 必须要确保无碗皮、铁皮等遗漏 塑料窗承包商要在工地做样板房,并且需经过工程师审批后才可施工 抹窗框边的防水水泥,必须要用工程师批准的水泥进行封口 所有抹泥位置必须进行百分之百防水测试 所有打胶必须平滑畅顺,无孔、无断口及无气泡 安装玻璃要根据施工章程安装足够的SettingBlock 确保四边玻璃线安装稳固,积在玻璃面打适当的玻璃胶 完成塑料窗安装之后,必须进行百分之百试水测试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,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 给我们建筑工作相信最重要的rias 所以我们建筑 我建筑 Passover